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看到书本中美丽的风光时 只要我一开门就能到达那里 有的同学说 我的梦想是拥有一个大吸尘器 把所有污染都吸光 每当有雾霾的时候 我只要轻轻一按开关 雾霾就全都被吸走了 还有的同学说 我的梦想是拥有一个神奇的眼镜 戴上它就能过目不忘 这样就能学习到很多知识了 我们看 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梦想 你知道古人的梦想是什么吗 听听这位古人的梦想 他说 当我看到鸟儿自由自在的在天空中飞翔 我也想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飞翔 我也好奇月亮上是什么样子 而这位古人跟他的梦想不一样 他现在心心念念的就是他远方的儿子 看 他的家书终于到了 他却说 这一封家书我等了好久啊 我好想看看我的儿子此时此刻在做什么 再来看看这位古人 他因为一些原因总是需要往返两地 每次路上都会耽搁很长时间 他说 车马虽然能加快我出行的速度 但我还想再快点 我多想日行千里呀 同学们 古时候的人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梦想 听了这三位古人的梦想 你有什么感受 有的同学说 无论是天空中飞翔的鸟儿 还是奇妙的神话故事 是多彩的世界才让古人有了飞天的梦想 有的同学说 是因为思念远方的亲人 心中总有期待 才让古人有了通信的梦想 还有的同学说 是出行的不便 生活的需求 才让古人有了日行千里的梦想 古人的梦想都不一样 正是因为古人看到皎洁的月亮 幻想着里面住着谁 想上去看一下 于是有了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 人们想要知道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 这是不是很像西游记中的千里眼 想要日行千里 这在古代恐怕只有 小说里的孙悟空能办到了 这些想象 正是这个多彩的世界赋予人们的 也正是多彩的世界才激发了人类的梦想 有了梦想 有了梦想就有了努力的方向 有了梦想就有了强大的力量 有了梦想就有了实现的希望 那么古人的飞天梦想实现了吗 同学们也许会脱口而出 早就实现了 那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 去看看人类对飞行的探索之旅吧 我们首先来到了1783年 法国物理学家查理实现了 氢气球的首次载人飞行 这就是最初人类利用空气的原理 制造出的能飞的鸟 热气球 接着我们来到了1903年 从1899年开始 美国的莱特兄弟研究和设计飞机 四年后 也就是1903年 他们制造的飞行者一号飞机试飞成功 尽管只飞行了几十秒 但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开启了人类动力航空史 然后我们又到了1969年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2014年 欧洲航天局的彗星探测器 所搭载的登陆器 在彗星上成功登陆 之后人类在更广阔的空间探索 我们看这条时间轴 从1783年的热气球飞行 到1903年实现飞机飞行 再到1969年登上月球 乃至如今 人类的探测器可以在彗星登陆 从这条时间轴上 你感受到了什么呢 如果能和古人对话 他们是不是也会感慨 原来我们的飞天梦想是这么被实现的 这真是一段十分漫长且艰辛的过程啊 有的同学说 梦想之所以能够实现 是因为人类首先有梦想 然后才能依靠科技得以实现 还有的同学说 从这条时间轴上 我看到人类一步一步实现了飞天梦 我国也有飞天梦 从嫦娥奔越的神话 到万户飞天的常识 中国人的飞天梦 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幽远 我们现在也没有停止追梦的脚步 现在我们把这个梦想叫做 中国的航天梦 说到中国的航天梦 你知道吗 4月24日是中国航天日 是为了纪念中国航天事业成就 发扬中国航天精神 而设立的一个纪念日 这里请你留意一下 中国航天日的时间 看看能不能在下面的活动中 找到中国航天日的由来 下面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活动 第一 请你搜集资料 说一说中国航天领域 有哪些重大科技成果 第二 用时间轴的形式 说明中国的航天梦 是怎样一步一步实现的 清除活动要求后 我们就开始吧 来 先听听大家都说什么 这位同学调查道 1970年4月24日 东方红一号卫星 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 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从太空传回了东方红乐曲 让海内外华人振奋不已 这是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的时间 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 没错 4月24日就是中国航天日 正是因为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 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这是中国航天日的由来 可见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的意义 有多大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 来了解下东方红一号 当时我们搞东方红一号 是从零开始 这个计算室里都一帮年轻小女孩子 几个月几个月在那里哗哗哗哗哗 转转小火箭点燃正常 非常激动 从小女儿来 谢谢 发射成功了 这就已经轰动了 方便方法就庆祝了 那么基地司令一扑 小火了 成了 我一点把水 东方红月前没听见了 那赶水成吗 当时通套的贷款 桥子下来 这又散开 你哽闷 传不了 就是想了很多办法 这些办法也是 中国脱窗的 就是既能传说 腰印 又能传说 摇车数据 而且腰印又很好听 太行了 太行了 中国的危险 这一生 没有再过 真是感觉 两个东西 从这段视频中 你感受到了什么 有的同学说 我感受到了 人们实现梦想后的 喜悦心情 听说那时 当夜幕降临 人们都在 翘首 仰望天穷 寻找东方红 有的同学说 因为我国科学家 不断地研究 所以才能将 东方红一号 顺利发射成功 正是科技的发展 才让我们实现了 这个梦想 还有的同学说 当我们实现一个梦想后 我们还会有新的梦想 新的追求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 是我们成功的第一步 没错 这是我们实现 航天梦想的第一步 从此 茫茫宇宙中 有了中国人的地球卫星 中国发射卫星 虽然起步 比前苏联 美国晚 但首次发射的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 超过了 苏 美 法 日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 重量总和 说明 中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更大 卫星发射的起点更高 我国的空间技术 跨入了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即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 我们又有了新的成果 有的同学调查到 2003年10月15日 中国神州五号载人飞船 发射成功 中华民族探索太空的千年梦想 终于实现了 中国人遨游太空 已不再是神话 我国宇航员 杨立伟乘坐神州五号飞船 在太空飞行过程中 向地面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 并用中英两种语言说 和平利用太空 造福全人类 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表达了和平开发宇宙空间的美好愿望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此后的十几年中 先后又有十名宇航员 遨游过太空 同学们看 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步 神州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 是我国航天发展史上 一座里程碑 是我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 又一伟大壮举 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 光彩夺目的篇章 我们继续看 还有的同学调查到 带着中国人的探月梦想 2007年10月24日 嫦娥一号踏上了奔月的旅程 2007年11月5日 嫦娥一号成功绕月 这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标志性工程 可能有的同学会问 他到月球上去做什么呢 来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吧 嫦娥一号 凝聚着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 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奔月梦想 它成功入轨 成为了地球卫星的卫星 此后嫦娥一号在距离月球 200千米的环月轨道上飞行 以跨越月球南北两极的方式 大约每127分钟飞行一圈 就像仿线球似的 围着月球一圈一圈地转 上面搭载的立体相机 就一轨一轨不停地拍 在拍照同时 激光测距仪不断记录下月面的高层数据 这样传回来的不仅有月表的照片 还有与照片上地形相关的高度信息 这些信息经过地面应用系统的科学家 整合处理后 一幅三维立体的全月图诞生了 2008年11月12日 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 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章 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 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 分辨率达到120米 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 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 它为全人类进一步探测月球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从这段视频中 我们了解到 嫦娥一号是带着使命探月的 你知道吗 其实每一颗人造卫星 都有它的使命 有的同学知道 通信卫星是世界上应用最早 最广的卫星之一 我们看电视 听广播都是要靠它 东方红一号就是一颗通信卫星 还有的同学知道 导航卫星是为人们确定位置 包括精纬度 高度 速度等信息 我们出行用的导航就是靠它 比如我国的北斗卫星 还有的同学知道 我国先后发射的多颗人造地球卫星 以广泛应用到广播电视 通信 气象预报 国土普查 海洋观测 导航定位 防灾减灾 远程教育 农业生产 环境监测等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很多领域 看来我国的人造卫星不仅仅实现了探索宇宙的梦想 还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需求 到2007年 我国在航天领域又迈进了一大步 在经过494天的飞行之后 2009年3月1日 中国首刻绕月人造卫星嫦娥一号 以撞击月球的方式结束了它的工作使命 但是我国科学家们却没有停止对航天梦的追求 有的同学还调查到 2020年5月5日 长征5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它是中国禁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运载火箭 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2020年 我们在中国航天梦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了一步 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继续探索 同学们 这是我们一起完成的时间轴 现在请你观察这条时间轴 说一说中国的航天梦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 有的同学说 我们心中有追求的梦想 就会朝着梦想不断前进 有的同学说 我们不断提高科学技术 提升我国航天技术水平 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 还有的同学说 我们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小梦想 小目标 前期我们是发射人造卫星 然后是载人飞船 再到后来的探月 我们一步一步的完成目标 完成梦想 没错 我国的航天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以扎实的步伐和不懈的努力 把航天梦写到外太空 正是我们心中有梦想 在不断追梦的道路上 科技来助力 最终才实现了我们的航天梦 是科技让梦想成真 那么在中国 日行千里的梦想实现了吗 与远方亲人面对面聊天的梦想实现了吗 都是怎么实现的 相信你们一定会说 都实现了 同学们 让我们试着用时间轴的形式 来呈现这些梦想实现的过程吧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先来看这位同学的时间轴 他呈现的是 中国是如何实现日行千里的梦想 我们可以称他为中国的交通梦 他调查到 1882年中国的零号机车 是中国目前保存最早的蒸汽机车 全长4.75米 设计速度每小时20千米 1958年 中国试制成功的第一台内燃机车 它的最高时速为每小时85千米 是不是速度变快了点呢 20世纪90年代末 我国又有了高速列车 高速列车 一般指时速在每小时200千米以上的列车 速度大大提高了 2019年 我国的高速磁悬浮列车出现了 它采用无人驾驶技术 时速是每小时600千米 看来日行千里不是梦 也许未来还会有更加快捷 舒适的交通工具 我们在中国交通梦的这条道路上 还会继续用科技追梦 这位同学呈现的是 中国人如何实现 与远方亲人面对面聊天的梦想 我们可以称它为中国通信梦 我们看它梳理的这条时间轴 从1982年的公用电话 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家用电话 再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移动电话 通话在使用范围上不断地扩大 进入21世纪后 智能手机的出现 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 跟自己想见的人实现面对面的沟通 这就是中国通信梦实现的过程 在通信发展的道路上 人们还在追求更高的梦想 梳理完这两条时间轴 你有什么感受吗 有的同学说 是科技的发展 让交通梦和通信梦都实现了 还有的同学说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依靠科技实现了交通梦和通信梦 离不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辛苦付出 正如他们说的那样 无论是飞天梦 交通梦 还是通信梦 都是靠我们不断地发展科技 依靠科技的力量 帮助我们实现梦想 可以说人们在追梦的这条道路上 少不了科技的助力 这正是科技助力 梦想成真 为实现梦想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有的同学说 我们还需要有梦想 这样才能通过科技的力量 去实现 还有的同学说 我们也要学习科学知识 让科技帮助我们实现更多的梦想 说到学习科学知识 那么你参与过哪些科技活动 有哪些收获呢 请你说一说你与科技的小故事 这位同学去过中国科学技术馆 他说其中的科学乐园 我很喜欢 我学习了人类大脑的奥秘 知道了骨骼和肌肉的知识 是啊 博物馆中也可以学到很多科学知识 这位同学还参加过 2019年北京科技活动周的活动 他说 我与参展的机器人进行了互动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国从2001年开始 把每年5月的第三周定为科技活动周 它已经成为一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 深受群众喜爱的全国性科普活动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积极地去参加 相信一定会有收获的 有的同学还在家里自制科学小发明 我们看这些发明多有意思 听了同学们分享这么多 你有什么感受吗 有的同学感受到 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非常多 我们要从小学习科学知识 还有的同学感受到 我们不仅要学习科学 还要用科学 无论是参与科技创新大赛 还是在家自制科学小发明 都一定会有收获 上课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说了自己的梦想 想要让梦想实现 那么我们就要从小 讲科学 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 我们的梦想 也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 不断探索中逐渐实现 让科技帮助我们将梦想变成现实 让世界更美好 同学们 是多彩的世界 激发了人类无穷的想象 在人们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正是因为有了科技助力 梦想才变成了现实 只有我们学习科学 热爱科学 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 我们才能够拥有 更美好的生活 所以让我们继续放飞梦想 让强大的科技力量 帮助我们实现梦想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